赵卓也又一点也 意思就是 大悟人的心情啊 他是连一点点的动念都不行 连讨论都不行 语言文字观念统统不行 叫做动念极乖啊 所以诸法从本来啊 常治极灭相 如果我们不能体悟这个当下 当体极空 极灭相 任你百千节啊 追求佛道 有事外道 误认为心外有佛故 作为心外无佛的 佛在心性当中的 照着眼光啊 竖破视天下 遍刻诚意啊 溪入秋毫 朔破 叫做 消融的意思 或者是火光 闪动 叫做朔 我们说闪朔 闪朔 这个朔破 也可以说是照破 是天下 是天下 以前的讲的东南西北啊 是遍刻 成立 西路 秋毫 你看啊 这个赵州和尚是大悟的 连一点点都不行 佛言如实 这个叫佛印证啊 所以很多人有没有开悟 为什么要找见性的人印证呢 因为这样才不会偏离修行的主题啊 我们修行的主题是心性啊 路路不动的心性啊 如果不能体悟到 拿出这个重要的明心见性的功夫 心外一直求法 那么 跟佛道一点都不相应 所以求印证是很重要的 所以佛言如实啊 就答对了 词佛应可其说 佛意只要成那 说出 刻成主空 谁动 谁净 令阿难 文以身心 事的眼中 见性不动 身净以能源 是心 摇动而已 诸位啊 这一段啊 就是修行的关键 是的眼中 见性不动 神经以能源 是心 摇动而已 这个摄身 就是 四大地水和红 所构成的 这个意识心 接近神经系统的 一直在感受 一直在领受 一直在分别 一直在执着 到时 没办法割舍 所以师父已经讲过 说 只要一个人 一辈子 没有听到正法 这个人 没有任何机会解脱 一个都没有 成那分析 正和佛意 故应可之约 如是 更有恶意当之 以此课程之欲 有通 有别 别是什么意思呢 如成那 乔成那 所分析的 以见货 分别不住 不住就是不停 取彼翼如刻 去之游异 以失货 任应摇动 取欲如成 福之时难 失货就难了 任应摇动 就是我们卡在那种 个性 习气 是很困难的 因此 我们要了解 修行的容易处 跟困难处在哪里 修行的容易处 就是你只要见性 它就很容易 见一切像 总是乳 你只要不见性 就很困难 因为用什么 心通通不对 有心也是忘 无心也不对 那大物 有心也对 无心也对 迷恶的众生 有心不对 无心也不对 为什么 迷惑的众生 有心 他认为这个意识心 就是有心 无心就是 什么都不要想 这个就是外道 物道不一样 讲有心也对 无心也对 讲无心就是 如如的本体 讲有心 有心就是 剥落智慧心 这是大物的人 他用清静心 能够展现出来的 你讲无心对 他还是 如如不动的心性 讲有心也对 他是涅槃的妙心 你怎样妙心 能起作用 怎么不能动 是不是 动则就是不动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悟跟不悟 悟跟谜之间 所以悟则撒那间 谜则成点结 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一心念佛 总不了解佛的心性 是什么 修学佛道变成外道 那你要修学佛道 变成佛道 应当什么 应当要明心见性 佛道是逆观的 佛性不离心 念佛也不能离开心 对不对 念佛以后 烦恼越来越少 你念对了佛 念佛以后 烦恼越来越多 越看众生的缺点 烦恼越来越多 是否越多 对不对 耳根整个软 自己心定不下来 本来的那年经历了 好好好 常常来 常常来 一下子 师父恩怨一来 烦恼一来 不来了 谁吃亏啊 所以那个愿力 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一碰到善知识 碰到正法 或者碰到政治正见 那么我们的信心 要强化自己的信心 不是只有师父而已 你要强化信心 告诉自己 百千万劫难遭遇 太三压顶 我都来听 下兵报 妥打婚了也要来 没话讲 你这样的愿力 你已经成功一半了 是不是 这两个钟头 演讲 不要说 全部都听得懂 来这里听一个笔译 一记的名言 一个观念 一改变一个 哇 原来如此 对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 哪一堂课 会大错误啊 是不是啊 摸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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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这个笔 哇 原来如此啊 我就是佛 就打开你的心扉 万法不离自信 万法违心限量 一千念 若然一了之三世 一切佛 印冠法界性 一切违心照 怎么念怎么不懂 现在可知道了 以前念佛 没啥味道 现在一念佛 那个味道 如甘露 那味道念得出来 因为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你的心性 但底下 说其如传 福之时难 同则死则烦恼 所之恶障 分别聚生恶祸 分别就是后天性 聚生就是先天性恶祸 谁尽生灭非真实性 皆为刻意 以此恶障 恶祸 而能染 无妙明 扰乱信空 皆为诚意 尤其是现在 这一代的人 要修行 就更难 就更难 为什么更难呢 因为五一六成太多 现在叫小孩子 但是网络可以玩整天的 可以玩到中风 真的 电脑可以玩整天的 所以现在人就要讲修行 玩那个电脑可以玩整天 玩那个网络可以玩整天 泡那个网咖可以泡三天三夜 逛那个名牌 从早上逛到 人家店面关门 电视一看 整天整夜的 不是像师父这样看大章经 这样整天整夜的 电视一打开 啊 就一直看 尤其现在的外景 小朋友 看那个什么 网络 他妈妈说 我这个弟弟好用功 才小六 小六 电视报道 小六 在看什么 看那个电脑 那个网络 看什么 看那个色情的 小六而已 他打开那个网络 什么相片 通通有 你看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 怎么修行 小六而已 他妈妈以为 他很用功 他那个色情的 网络 什么相片 通通有 看白天 晚上看 所以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 要听闻正法 已经很难 要在真正的 深入那个 三昧 镇定 就更难 因为三昧镇定 是通往泥潘的桥梁 所以没有定 是没有办法进入泥潘的 用现在一句话来讲 就是说 除非你完全放弃 情绪化的东西 否则你不可能进入 涅槃的佛陀的妙性 是绝对不可能的 佛没有情绪作用的 哪管你有钱 没有钱 难论你的 他都一律平淡的 他心筋骨碌碌不动啊 这样才有办法成就佛道的 你以为佛道是游戏吗 是一种游戏吗 语言文字吗 有个居士来 我问他说 来了 我说居士 你修哪一宗 他说 我修禅 我说 大居士 禅是什么意思 他说 禅 传说无所在 无所不在 我说 就拿你最后一句 无所不在 你指出来给我看看 指出来啊 我跟他记事讲 了生死跟耍嘴皮是不一样的 见性是真枪实弹的东西啊 好 回去啊 好好地念佛 那是师父 那无所不在是什么意思 我说无所不在 就是信一切心 一切不如智慧 皆来自于真如自信 恍然大悟了 哦 他说 顶礼师父啊 感谢恩师开示了 是啊 修行人啊 要老老实实的 不是嘴巴说一套 做一套 说说 也不知道佛的意思是什么 禅无所在 无所不在 小学一年级也会念啊 社极是功 空极是智 谁不会念 对不对 因此啊 修行啊 是真实性的东西啊 不是搞一搞明相啊 耍耍嘴皮啊 让人家恭维你啊 说哎呀 你很有功夫 有道 无道 自己知道 真的啊 所以不能有那种 荣誉心作祟啊 我要让人家错认为我开悟 我要让人家误认为 我是真的有功夫 这一念就不行 误道的人 你管他 别人认不认识 你管别人认不 知不知道 你就佛在佛的心性当中 以佛 以鼻子孔出气 你需要人家来认同吗 需要人家 来知道你吗 要大事宣扬吗 这个都是 焦弱 造作 错误 容易心 啊 的作祟啊 怀了这个心 就不懂佛的心 佛的直心是道常啊 是不是 因此啊 我们要诚恳地面对自己啊 没有误 他就是没有误 就误了 你也要点点 知道就好 不要到处宣扬 也不必到处夸大自己 我们就是这样平时 平凡 平淡自己 生死是自己事啊 你命中这些荣耀 用不着的啊 要记得师父的话